在這之後呢 我要介紹下一位老師 那下一位老師呢 他是台大社會系的林國明教授 那林老師呢 他是研究台灣健保制度的專家 但是他這近年來呢 他其實是不以餘力的在推廣台灣的審議民主 然後包括公民會議啊等等 那大家如果想要了解什麼是審議民主 什麼是公民會議 民主要怎麼審議 我們如何能夠在更好的溝通裡面 讓我們的民主變得更好 那我們就聽林國明老師來幫我們上這一課 我們歡迎林老師 各位青年朋友 各位台灣公民 大家好 我是台大社會系的林國明 謝謝剛剛主持人的介紹 我在學校教政治社會學 教民主政治跟共鳴參與 那我昨天在上一門課的時候 沒有辦法上 為什麼沒有辦法上 因為前天晚上 那個課有80個同學 有將近20個同學寫信來請假 說他們在立法院 說很多人在為台灣的民主努力 他也想貢獻一個心力 那我到課堂上的時候 班上大概有6成的學生是沒有出席的 那門課通常第一堂課到課裡有9成 大概只剩下30個學生 30個學生他們要求說 老師不要上課 我們要去立法院 所以同學們經過表決24比0 就決定要停課 要到立法院來 所以我只能到立法院來上課 昨天在教室沒辦法上課 今天很高興我能夠到立法院 到這個場地來 在街頭教室來上課 還有什麼場合比我在談有關於共民參與跟民主政策 更適合的這個地方呢 就在這裡 我們在這裡 我們反黑箱符貌 我們要護衛台灣的民主 為什麼要護衛台灣的民主 因為黑箱符貌讓台灣的民主陷入了危機 這個不是違言聳聽 黑箱符貌真的讓台灣的民主陷入危機 為什麼 大概在幾個禮拜以前 一份非常著名的國際新聞雜誌叫經濟學人 他有個專題叫做民主怎麼了 What's wrong with democracy 他說21世紀全球各地的民主體制 都進入了一個非常艱困的時代 我們知道在20世紀末日的時候 是全球的民主化浪潮達到高峰的時代 台灣也是在內波民主化的浪潮裡面 我們用人民的力量 我們建立了民主的這個體制 可是進入21世紀以後 很多的民主體制遇到了挫敗 有的甚至面臨了崩解的危機 因為很多新興的民主體制 他們抵擋不了威群的誘惑跟摧殘 為什麼會這樣子 原因很多 那邊文章說有一個重大原因 威脅全球民主體制的重大因素是中國 是中國 為什麼 因為中國的崛起 讓世界上很多國家的統治者 他們以為我只要憑藉政府的強制力 蠻橫硬幹 我就可以搞好經濟 他們以為這樣子就可以搞好經濟 沒有錯 在全球化的趨勢底下 很多國家面對經濟的這個競爭 有些國家就認為 如果我們要搞好經濟的話 民主體制對決策曠日廢時 有很多民意的反對壓力 讓很多決策 他會所謂跟不上全球化的這個腳步 所以最好把這個決策 從民主的程序排除掉 不讓民意參與 不讓民意監督 由政府官員 由技術官僚來做決定 他們以為這樣子就可以搞好經濟 但是把重大的這個政策 從民主的程序裡面排除 不讓民意參與 不讓民意監督 那就是扼殺民主 扼殺民主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 是有些執政者 他認為 只要我憑藉著選舉所產生的多數 選舉產生的總統 選舉產生的國數都會 只要我控制的多數 我就可以為首欲為 我就可以強行通過法案 那這種憑藉著多數的暴力 讓不同的意見 它沒有辦法發生 它沒有辦法表達 所以使得一些號稱民主的體制 變成空有選舉的形式 而沒有民主的實質 這是民主陷入危機的重要因素 我們想一想 服貿會廠不就是這個樣子嗎 當初政府 代表在跟對岸簽這個服貿協議的時候 沒有跟業界交通 沒有社會交通 立法院被瞞在鼓勵 甚至政府的決策部門連到底開放了哪些產品 他們自己都搞不清楚 這不是黑漿這是什麼 這個就是把影響到台灣的國際民生 影響到台灣國家安全 這麼重要的跟對岸的服貌這個協定 完全排除在民意的監督跟營運之外 讓少數人去做決策 當遇到民意的反彈 說不能夠這樣亂搞的時候 他們才說好 那我同意 逐條審查 逐條表決 在國會沒有做實質審查以前 不可以生效 然後開了機場的工聽會 工聽會才開完 然後他們就用這種粗暴的這個方式 說超過三個月了 要生效 重力願願願存償 開的工聽會 不就是讓各種民間的聲音 讓民間的優異都能夠呈現 但是他不讓國會做審查 不讓國會主條討論 讓民間的憂慮 讓民間的一些意見 透過國會這個殿堂裡面 他的這個辯論 能夠呈現民間的聲音 憑藉著動手的這個暴力 他要強行通過這個協議 這不就是斷送的民主的這個神奇嗎 有人跟我們講說 坐在這裡的人是人 各位青年朋友各位台灣公民 你們真的懂福貿嗎 福貿這麼的複雜 下次如果有人再質疑你的話說 你就跟他講說 就是因為我不太懂福貿 所以我要站在這裡 坐在這裡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沒有錯 福貿影響非常的廣大 影響到台灣一千項的這個產業 影響到四百萬到六百萬的這個勞工 有人認為福貿的這個協定是不對等的 有人認為他所開放一些產業 像通訊服務 像交通運輸 會維持台灣的國家的這個安全 因為我們所清亮 是一個對台灣有敵意 有領土野心的一個國家 有人認為台灣某些產業 比如說像美容美法 比如說像汽車維修 會造成傷害 會讓很多的勞工失業 尤其有些人不同意 有些人認為這個法 這個議案 這個協定 對台灣經濟是有好處的 那我們就要說清楚 我們要讓這個政府 他要去回應到底人間的那些憂慮有沒有道理 你要出來說清楚 一個法案一個議案 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有好處 一定有人得利 有人會受到傷害 哪些人得利哪些人受到傷害 對於受到傷害的那些產業那些勞工 我們有沒有什麼補償的這個措施 一個政策不是應該要這樣子透過討論的過程 讓民眾能夠了解 讓我們知道什麼樣子的一個議案 什麼樣子的一個政策 對我們社會整體是比較好的 當你把這個議案把它排除在民意的參與之外 也不讓國會有任何討論的一個機會 我們怎麼知道 你說的說對台灣經濟有好處是真的 民眾如果對這個議案不了解 是因為他把這個議案排除在民意的演講之外 不讓民眾參與不讓民眾監督 不讓民眾討論 我們就是要讓這種民主的這個參與 被傷害的這樣子一個狀況 我們不讓讓發生 各位今年朋友聽說大家在高中的時候 就讀過叫做審議民主 怎麼樣審議民主 簡單來講 今天這個政策影響到我 我應該要去影響這個政策的這個機會 當我在影響這個政策的時候 到底這個政策對我們的社會 對哪一些人造成的哪些影響 好處壞處是什麼 我們必須要能夠去了解 政治的決策它不是憑著這個 多數這個暴力它來做決定的 它要講出一個道理 政府的政策要獲得人民的這個支持 要具有正當性 不是因為我代表的是國會的這個多數 而是我說這個決策 會帶來一個什麼樣的影響 我要跟社會做一個清楚的這個交代 要提出一個讓人家可以幸福的理由 而政府的政策的決定 如果要提出一個讓人家幸福的一個理由 就要有各種討論溝通對話的這個機會 讓這個社會上不同的擔心 不同的關切 不同的這個主張都能夠呈現 都能夠被聽到 都能夠在決策的過程裡面受到考量 今天在福茂協定的決策過程 我們有沒有這個過程 有沒有這樣子一個空間 讓社會可以討論 讓社會可以了解福茂的協定 到底對台灣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那麼多民進的優利 政府從來沒有明確去面對去回應 然後你要強行通過 這個不就是一個不講理的政府嗎 有人說我們在這裡是不理性的 這是讓人聽得快要吐血的一句話 理性是什麼 簡單講理性就是我要講道理 我要講道理 講道理的方式很多 不見得我又是用溫良公檢讓的方式 今天政府他要強行通過福茂協定 他不讓國會主條審查 他之前排除了領域的參與監督 他就是不跟你講個道理說 為什麼我一定要通過這個法案 我們站在這裡要求退回福茂 要求重啟談判 就是要讓民間的關切能夠被聽到 讓那些憂慮能夠被回答 我們今天要求要逐條審查 就是要讓這個福茂 他到底能夠產生什麼一些影響 我們有更多的聲音能夠被聽到 我們要求什麼 我們是講理 要求講理 要求這個政策的制定的過程裡面 不但要有民意的參與 而且要有更多的一些溝通討論 讓各方的影響 能夠被聽到被仔細的這個評估 所以是誰不講道理 是政府不講道理還是人民不講道理 是誰不理性 是政府不理性還是人民不理性 所以我們才會出來抗爭 我們抗爭的目的 就希望這個決策 它不能夠排除民意的影響 這個政策 既然對國際民生的影響 是這麼的重大 我們要有更多的討論 更多的溝通 讓各界的疑慮 有關於國際民生的影響 是這麼的重大 對於就業的影響 有關對於弱勢產業的影響 有關對於國家安全的影響 能夠得到合力的回答跟回應 對臺灣整體的效果是怎麼樣 我們要有更合力的評估 才能夠照顧到臺灣的整體的共同的利益 假設一個政策的決定 它排除了民意的這個影響 它光靠多數暴力 就要強行通過的時候 它就是在殘害民主的這個生計 所以今天我們站在這裡 就是在挽救民主的生計 我們不是一群不履性的公民 我們是一群講道理的公民 我們用我們抗爭 我們是講道理的公民 是因為政府不講道理 所以我們站在這裡 我們希望對於符號的議題 有更多討論跟溝通 能夠顧及到臺灣的整體的利益 能夠降低對臺灣的負面的影響 你不能夠在這些意見 都沒有充分表達被聽見 都沒有充分表達被聽見 把它排除在這個決策的這個過程之外 如果你把這個決策 排除民主的實質的影響的這個機制 如果你光憑多數的暴力 就要強行通過這個法案 如果你不讓政策有更多的討論 思辨 溝通 對話的這個機會 那就是讓民主陷入危機 去殘害民主的這個罪人 今天我們站在這裡 意義非常重大 我剛剛已經講過 我們要守護臺灣的民主 我們要守護臺灣的民主 因為有我們的守護 所以呢 我們才能夠讓臺灣的民主 不會讓這些少數人 認定的這個決定 給搶害掉 我們要奪回民主 讓人民做決定 所以今天 我們在這裡非常非常的重要 假設今天 福茂協議可以這樣子過的話 將來後茂 甚至有關政策協議 他都可以用這種方式 硬稿惡稿的話 讓他所葬送的不只是 台灣的民主的生機 而且是台灣的整個前途 所以我們要堅持 我們的堅持 不僅是護衛的台灣民主的生機 而且呢 要創造一個台灣的民主的原型 讓我們的政策的討論 不要回避民主的機制 不要回避民意的影響跟監督 讓我們的這個政策 有更多被審慎的討論 對話溝通 讓我們能夠 去了解什麼樣的政策 是對台灣成立是有好的 而能夠讓人民能夠來做選擇 來做實質影響的這樣一個機會 所以讓我們一起堅持下去 一起戰鬥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我們謝謝 臺灣社會系的林國明教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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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收到 ugu SaaS 人